你的人生关卡 历史都可以解答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欢迎收听超时空心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常伟 我是凯宇 你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吗 你会不会有一种 虽然看不上别人 但是还是会觉得 孤单寂寞觉得冷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受的话 今天的这一集 会帮你掰开揉睡 让你知道怎么样 让自己活得有格调 又能够融入于这个世界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邀请你现在就到 Google Play商店 或是App Store 下载我们的起点文化APP 只要你下载我们的APP 你就可以每天登入 抽我们的金句 甚至赚到红利点数 而且也鼓励你 在社群上分享我们的金句 转发给你适合的朋友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呢 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冰仙 韩信的故事 好 冰仙就是他用兵如神 好的 那韩信是谁呢 在西元前两百多年呢 秦朝末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叫做韩信 他靠着他的带兵能力 帮助他的老板刘邦 消灭了非常多的敌人 那最后还建立了汉朝 而且很多你现在听到的成语呢 都来自于韩信的兵法 比如说 明修战道 暗渡成仓 背水一战 石面埋伏等等的 可见韩信的用兵能力 真的非常的强 不过韩信这个人呢 其实很有趣 他早年是出生贫困 而且他整天游手好闲 不找工作 还试图剩饭 所以左右邻居都 超讨厌他的 尤其是那个被蹭饭的 那个对象的老婆 恨死他了 对对对 没错 那韩信他虽然很穷啊 可是他其实 他的血统上 他的祖上是贵族哦 所以韩信呢 他常常表现得像个贵族一样 那最明显的特征呢 就是他喜欢背着一把剑 在箱里里面走来走去的 因为当时候呢 只有贵族才会背着剑走来走去的 才会配剑 对 但韩信是个穷小子 他却背着剑 好 那韩信虽然这样呢 但他其实也不是只是虚传绅士哦 他其实真的非常懂得带兵打仗 所以他也一直想要展现自己的才能 那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呢 韩信呢 他就加入了反抗秦朝的军队 不过韩信呢 他一开始加入的是西楚霸王 项羽的军队哦 只是在项羽的军队里面呢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用哦 所以他又跳槽到了项羽的对手 刘邦的军队里哦 不过到刘邦的军队呢 他还是没有受到重用哦 所以韩信又想说 啊都没有人看得起我 我要离开这里 所以他就准备要离开刘邦哦 那这个时候呢 刘邦身边有一个帮手 叫做萧和 萧和这个人呢 他其实先前有机会 就跟韩信聊过一下天哦 他其实已经看出了韩信的才能 结果他一听说韩信要走了 他就赶快快马加鞭了 把韩信给追了回来 才让韩信终于有机会被刘邦给知道 那么韩信被萧和推荐给刘邦之后呢 刘邦啊还为了让韩信留下来 所以就直接登堂拜将啊 就提拔韩信 让韩信从一个无名小卒 变成一个大将军哦 那韩信也没有说 对不起刘邦啊 他就真的开始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哦 不但帮忙刘邦 摆平了很多的敌人 而且刘邦的头号敌人 就是刚刚提到的 韩信的前老板 项羽呢 最后也几乎可以说 是被韩信给打败的 所以是被前员工打败的老板 就跳槽的员工 把他自己打败了这样 好 那也因为项羽之后被消灭了 所以刘邦终于一统天下 不过刘邦呢 他却开始收容自己的权利哦 甚至把韩信手上的兵权 也给没收了 然后还把韩信给贬值哦 那这让韩信非常的郁闷哦 他就想说 哇我帮你怎么多忙 怎么这样搞我啊 对 那韩信他这心中 真的有很多不满哦 所以他其实就是 在被贬值的那段期间呢 就到处跟人抱怨 而且看谁骂谁哦 那有一次呢 刘邦他就跑来找 韩信聊天哦 两个人就刚好聊到了 谁比较会带兵打仗 对 那刘邦就问韩信说 哎 你觉得我们现在汉朝军队怎么样啊 就韩信哦 他就哈哈打笑 说啊 你们的汉朝军队真的太弱了啦 结果刘邦就有点生气哦 他说 哦那 你觉得我手下军队怎么样啊 我将军怎么样 就韩信就又打笑 他就说 你手下的将军啊 每个人最多只能在两万兵嘛 结果刘邦听得更生气哦 他就说 哦那我手下的将军只能带两万兵嘛 那我可以带多少 结果韩信他认真的想了一下 说 嗯 最多十万 哦 那刘邦其实听到自己比手下将军好一点 他当然有点高兴 但他马上意识到不对劲了 结果反问说 哦那韩信 你能带多少 结果韩信他就露出了一抹自信的微笑说 我带兵啊 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 啊刘邦就超级不爽的 他就说 那既然这样 你干嘛乖乖听我的话 你自己出去闯不就好了 那韩信才发现 哦我自己说错话了 赶快说 啊那个 我师父是带兵啊 啊大王你是可以带将军啊 我带兵多多益善 啊大王你带将军 多多益善哦 他因为这样讲 刘邦最后才放过了韩信哦 不过从这段对话也可以看出来哦 韩信他其实对自己的带兵才能 真的是非常有自信哦 而且他的战果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 你在任何一场历史著名的战役呢 你都可以发现 韩信那个用兵真的是如神啊 真的是兵仙啊 对但是我也想问凯宇老师哦 韩信他这个人能力这么强 但他好像前面一直怀才不欲哦 而且史书还认证 他是一个被很多人讨厌的人 韩信他到底 人缘不好 对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是有哪些特质 让他自己交不到朋友 而且后来还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 我觉得每次看韩信哦 特别在我人生前半场都特别有感 真的啊 对人生前半场 应该说我从现在看我人生前半场 特别有感 特别有感的地方在哪 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明明能力很强 但是孤单寂寞觉得冷 我回想自己 刚开始出来闯荡江湖的时候 还蛮像这个 这种感觉的 就是因为我某种程度上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很认真努力嘛 就像很多人知道 也知道我的故事 也知道我做了很多跨领域的事 然后也都有累积出一些成果 那你知道像这样的人 我在讲我自己 然后不再讲你 所以不用太对号入座 像这样的人就会很容易 因为自己真的有努力 而且愿意去下苦工 就会很容易下意识的 看不上那些不下苦工的人 但现在问题来了 所谓的别人不下苦工 是他真的没有下苦工 还是他没有像你这样下苦工 或者是他没有像你这样的苦工 或他没有用你的方法下苦工 或是他没有在你的面前下苦工 是啊 对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 就是我们前一集谈的是 刘邦他把朋友弄得多多的 敌人弄得少少的 而韩信是另外一个对照 你知道吗 他就是什么都好 结果也拿出来 也可以受检验 但谁都讨厌他 对 对所以也蛮悲哀的 就是那我当然就要回到你身上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典型 但我猜会有一部分的朋友 也是有这样的辛苦 你做事认真 你拿得出成果 有没有 每次年度考核 就业绩来说你都没话讲 但奇怪 就以最后结果的考基 你的老板都不喜欢你 同事也不喜欢你 是 不有一个笑话吗 就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不想去上学吗 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儿子 不想去上学 修正一下 有个儿子不想去上学 然后呢 他妈妈叫他去上学 然后他就说 我的老师不喜欢我 同学不喜欢我 在那边哭闹 那他妈妈就说 你还是得去 为什么我要去 他们都不喜欢我 因为你是校长 就是好 这个只是一个笑话 缓和气氛 那我说 如果你跟这样的处境很类似 其实你的能力很好 你也真的拿得出结果 但奇怪 就是没有朋友 那这一集真的认真听 认真听 因为韩信是一个 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 但是你不是兵先我知道啊 你也不是带兵打仗 我知道啊 那我只是要朋友啊 OK好 今天这一集 我会从这个角度 让你听得懂 并且可以试试看 去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先说 韩信的例子 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要看哪里呢 你有没有感觉一件事 韩信虽然是贵族出身 但他是个落魄的贵族 尤其在秦朝那个环境底下 事实上配件上街是违法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落魄贵 而且又不去好好的营生 到处蹭饭 然后又摆出贵族的谱 像不像你认识有些人 又没什么经济能力 老是那边晒名牌 会不会这种感觉 有两个字 假掰 就我必须说当年韩信就假掰 很直掰了吧 对就是假掰啊 那这假掰如果 我还是心理学家嘛 要讲一些心理学智慧 他就自尊太高 自我太大 哦 是 那自尊太高 自我太大 我必须说 时代演进到现在 每个人都受很好的教育 而且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发声权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未来 都觉得是不受限制的 是 来 当年 当年只有一群人 享有这样的权利 叫贵族啊 哦 对不对 所以现代人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个拼头百姓 你我都是贵族 哦 嗯 我们都享有以前贵族的权利了 所以当年贵族会假掰 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 拼头百姓都会假掰 你出国玩 逛个精品街 你不想搞个免税的 精品回来吗 呃 对不对 这叫社交货币嘛 是 就是假掰嘛 对不对 嗯 那所以我必须说 不管你认为自己的朋友 多还是少 自尊太高 自我太大 是我们现代人的 通通通通常状况 对 但注意听哦 我没有说这样是错的 嗯 我说的是一个通常状态 是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能够 在这个时代里面 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我做一些 必要的调整和改变 没有要你去自贬身价 但是呢 你会活得更好 嗯 好 这这点有兴趣听了吧 好 对 所以我们来看哦 回到韩信的故事 其实我们说韩信有很多的成语 什么背水一战啊 民修战道啊 暗渡成仓啊 嗯 有没有等等这类 但其实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成语 负面标签的 哦 胯下之乳 哦 对 我们是不是听过胯下之乳 没错 那你知道胯下之乳这件事怎么发生 刚刚说嘛 他贵族后代啊 但是家道中落啊 而且又不早工作啊 对 到处要饭啊 对 那我讲真的 身旁乡里那些 那些饭腹蟑竹 会不会有一些美文化的人 就是看他不顺眼 会 就是要弄他 对 所以背着一把剑到处来找到去 对 到底在干嘛 对 你 哎 哎 我是个肉贩 我起码还认真杀猪杀狗的 还营生 那你不营生 到处摆谱 没事拿个竹简 那时候书是竹简 对 对不对 就想要给他好看 这是人性 就像 如果我们曾经 亲眼见过霸凌 或你可能不幸的被霸凌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嗯 就是这样子 那 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嘛 恶霸看不顺眼 就侮辱他嘛 嗯 要他从胯下钻过嘛 对 他就说 你有种拿你的剑杀了我 对 要不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 嗯 那你说韩信为什么没有选择拿剑杀了他 我必须说吼 嗯 韩信是对自己有期许的 嗯 要不然他后面 他不会去 让自己驱救在项羽那边 嗯 哦 呃 应该说 应该说 要不然他不会离开项羽啦 是 因为他在项羽那边是驱救 对 他其实也准备要离开刘邦了 嗯 后来是有一个关键人物萧何把他追回来 对 然后后来一连串的反应 是 但是 因为有这样的自我期许 他知道那一件下去了 他从此以后一辈子逃亡 哦 他就会变杀人犯了 对 他一辈子逃亡 那他 他的所有的理想 都没有实践的可能 嗯 所以他忍了 虽点是我们得佩服的 嗯 但也因为那个胯下之辱 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 特别在精神分析 他有一个名词叫做反向作用 就是当一个人面临 其实内心是无法接受的屈辱的时候 他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来补偿这种屈辱感 嗯 白话文就是 你会发现 一个表面上越自大的人 他其实内心是越自卑的 是 一个不断追求成功的人 成就的人 他可能心中住着是一个 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孩 嗯 对 他只好不断的 就像有些人 当他没有去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赚钱 他就变成是 只是为了赚钱的赚钱 嗯 他其实回到内心很深的是 他可能企图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被种下了一个信念 让他想要透过 我有钱这件事情 他其实想要赢得的是 我值得 嗯 我可以被看见 我值得被爱 我可以被接受 是 但事实上本质上 你有不有钱 跟你能不能被接受 这应该要脱钩的 不是挂钩的 嗯 但反向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的适应机制 我们因为 就像韩信当年 他又胸有大志 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有所作为 他又不想要在这里了结他的一生 所以他钻过去了 嗯 不要说当年古代 就现代 那是何等的耻辱啊 对啊 那何等的耻辱 嗯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正因为他的自尊太高 自我太大 而受了这样胯下之辱 后面一连串的反应 你会发现 他在很多 当然我们说 看历史 我们现在都上帝视角 嗯 我们可能都会去讲 啊 他当年怎样就怎样 你会发现 通常我在讲超时空心事 我比较不会从这个角度 是 而且我会对这个角度 有一点就刻意跟他远离 嗯 因为我们是活在现代啊 嗯 你的生活没有上帝视角啊 对 那你现在怎么办嘛 对不对 没错 如果你今天你是雄有大志 而你就受到了一些屈辱跟挫折 那你怎么办嘛 嗯 对啊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办 好 你看哦 就韩信来说的话 我说他因为这种自尊太高 自我再太大 所以好处是什么 他可以保有自己内心的相信 是 可以活得很理想 嗯 但是呢 他也会有一个客观上的问题 叫做到哪都待不住 向云那边待不住嘛 对 他原本后来转头刘邦 原本也是待不住的 对 那后来是 萧和月下追韩信 对对 因为刚好一些缘分 萧和跟他互动 觉得这人是个人才啊 对 所以把他追回来 而且追回来 你说刘邦在那一刻 他其实是看萧和的面子啊 嗯 没错 不然 我客观讲啦 韩信在那一刻 在被萧和追回来的那一刻 他其实还没有任何证明自己的机会啊 嗯 啊对刘邦大老板来说 我不管你是圆的扁的 我哪知道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就用用看 对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你是一个有才华的 你也觉得你自己有才华的 我必须说 除了你自己能够打下一片天地之外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自己打下一片天地 某种程度 你要像刘邦啊 嗯 你不是自己打啊 你不是自己什么都会啊 你要搞一群会的人帮你啊 没错 就前一集说的 你回到前一集齁 是 但如果这一集的话是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所作为 对多数人来说 我得说对多数人来说 我们人生当中 有时候真的要遇到看得懂的人吧 哦 对 萧何是不是看得懂的人 是 俗称的贵人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特别是那些自尊很高 但他内心因为反向作用 又有自卑感的人 通常需要看得懂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现在现代人 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怀才不育 很想要找一个伯乐 或是愿意提拔我的人 对没错 嗯 我得说你的人生可能会出现几个伯乐 嗯 但你愿意不愿意相信那个伯乐 是另外一个议题 是 那显然在韩信跟萧何的故事里面是 韩信遇到一个看得懂他的人 嗯 所以我在这边先说明一件事 我不觉得理想主义一定是不好的 就像上一集我说 我不觉得现实主义一定是最好的 嗯 你现实主义走到极致 你人生惶惶不可终日 是 但是我得说 你理想主义走到极致 那韩信的下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但我得说 多数人 尤其我们回到现代 我们都受很好的教育 这个时代允许我们保有理想 嗯 我要从这个角度 我没有让你拿到影响 这个实在允许我们保有理想 但只是在你的理想 跟你能够 好好的跟他人合作 并且为自己赢得一个 更舒服更圆满的 任何过程和结果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 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是 所以你看韩信 他今天虽然自尊太高 自我太大 但他遇到一个看得懂的人 嗯 但有人看得懂 这只完成一半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还有另外一半 是 而另外一半呢就是 哎 刘邦 哎 萧和看得懂他 但也要刘邦敢给啊 哦对耶 刘邦不给不会有后话了嘛 对不对 没错 对啊 你把韩信 你把韩信追回来 但刘邦还是不给他大将军 那一切都白搭了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 刘邦敢给 嗯 但现在问题来了 嗯 我稍微复盘一下这故事 就是 你看哦 你想象一下自己假设 不要说你是大老板啊 你今天是一个小主管好了 好 你现在一个小主管 然后 有一个 你下面一个 你很 倚重的人 他给你力鉴力保另外一个 然后力鉴力保 另外一个 那一个人一来有没有 就说哈 他要成为小组长 哈哈哈哈 哦 你心里什么感觉 我也想说这个人哪来自信啊 对 对啊 但当年韩信就这样啊 嗯对 那韩信为什么这样 你会发现 韩信他是蛮典型的 叫做 要嘛不做 要做就做大将军 啊 来 嗯 要嘛就不要 要就怎样 要就要最好的 对对对 这个逻辑是很多人心中都有 对 就会想说我才不要 屈就什么东西 对 要嘛不做 要嘛我就要最好 是 但说实在来 这点是 这件事情要能够完成 要有一个敢给的 对对 而当你的想法是 要嘛我就不要 要就要最好的 这就叫做完美的想象 哦 嗯 我们今天看韩信哦 说实在我们都不是兵先啦 嗯 可能你也不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 有卓越众人之处 都没关系 嗯 但怕的就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看点在哪里 嗯 我说 自尊太高自我太高 我承认我也是啊 嗯 现代人每个人都是贵族啊 是 可是现在问题在于第二个 如果我们第一个已经避不掉了 叫做时代的共同性 但第二个 你是不是对很多事情都有太完美的想象 嗯 完美想象 那这在精神分析啊 特别是像我们的新课程嘛啊 李玉婷老师嗯 他先前有跟我们做那个心里躲猫猫 是 老大非常喜欢精神分析 嗯 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视角让我们去认识自己内在更深的部分 对 去拿掉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纠结 透过重新的理解 而不是告诉你方法 嗯 让你活得更像你自己 是 那说真的 在精神分析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讨论就是 完美的想象 嗯 很多人为什么他没办法适应生活 为什么很多的内耗跟纠结 就他活在完美的想象 嗯 精神分析我们说回到原生家庭就有什么好妈妈跟坏妈妈 这种 这种概念嘛 是是是 有时候你跟你的爸妈互动为什么会那么辛苦 就是因为你对你的爸妈有完美的想象 对 你不愿意去接受他们有他们的限制 没错 哦 所以 你看哦 完美的想象回到韩信身上 这是他最大最大的状况 那 说真的 在你心中有没有一定非得要这样的想法 一定非得要哇 对不对 你看一个新鲜人刚开始投理率找工作 老板问他的期待 除了期待 期望待遇说的很高之外 还说我直接要来当总经理 韩信当年面对牛油帆不就这个掉掉吗 真的是一样的状况 对不就是这个掉掉吗 是 对 所以 我说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而是 如果我们 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接收到一切就注定我们的自我会比较大 嗯 那我们能不能在完美想象这一块做一点功课 是 哦 我不是要你放弃理想 而是如果你都还没有开始 你就常常抱着一种 要嘛不做要做一定最好 这就像我在其他课程里面谈的 你要让起步只是起步就好 嗯 你都没有起步 你就会一直卡在原位 嗯 为什么现代人 一方面又FOMO 但二方面又拖延症 哈哈 你会发现很精神分裂嘛 对 就是这样啊 嗯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对太多是有完美的想象 OK 好 那接下来 重头戏来了 那就是 我们该怎么办 对 我们要怎么调整 如果我们是理想独立 抱负比较多的人 我们要怎么办 不是如果啦 我觉得我们多数人都是 我承认我自己也是 OK 我承认我自己也是 嗯 尤其 你看现在 很多都在讨论什么 内向型外向型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内向型 对 最近MBTI 对不对 就想到什么朋友多多的 就会觉得累嘛 对不对 对那好啊 如果你要走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至少不要怀才不遇嘛 对对不对 好 所以怎么办呢 嗯 来 你看我们回到韩信的故事 他很 你要说幸运也好 你要说 啊任何原因也好 他遇到一个看得懂的人 也遇到一个敢给的人 嗯 也就他遇到萧和跟刘邦 是 那我们可以把 有人看得懂 也有人敢给 可不可以把它结合成两个字叫赏识 嗯 对 韩信的确都要赏识了 我们喜不希望被得到赏识 哇超希望的吧 你知道 我们的文化喔 中文喔 凡事都有一体两面 哦 我们 就像那个季工 然后他说酒肉穿藏度 穿藏过 就很多很多人就为自己破戒 也就拿季工的话 当成是一个托词嘛 嗯 但事实上他的原话 他不知道前面还是后面 好 这有机会大家帮我找回原话 意思就是 那个季工的意思是我虽然这样 但一般人不能这样干 一般人这样干会堕入魔道 哦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取一半 就是自己自己爽的 是 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是喔 赏识这两个字 你不能取一半 哦 你不能选自己爽的 对 要么就是期望有人赏识我 要么就期望得到 对 要么就别人赏识我 要么就觉得你可以赏识别人 或什么之类的 是 你知道另外一半 我要跟你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哦 是什么 呃 这一样不是对错 但 呃 这是成长的必然 不管你是赏识还是被赏识 特别你是被赏识的人 嗯 被赏识的另外一个侧面 那就是你是工具人 哇 哇这个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冲击耶 但我希望工具人你把它当一个中性的词 嗯 就像是筷子是不是工具 是 你可能是金块银块 但你也可能是免洗块 都叫筷子 哦 对 你现在关键就在于 你如何让自己变成是金块银块 而不是免洗块吗 嗯 你看我们在发展过程 我们很希望得到赏识 对不对 对 但是我遇过很多得到赏识的人 还是不快乐啊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免洗块啊 哦 嗯 画错重点了 没错 我常常觉得是画错重点 嗯 因为他是相对的嘛 你就要问嘛 我就要问嘛 那看得懂的人跟敢给的人 他为什么要给你 嗯 他是不是你身上有他想用的东西 是 这是不是工具人 哎对这样讲是 对嘛 对 对嘛 对 好 哪怕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爱我这张脸 那不好意思你这张脸就是他的工具 哦对对对 当你这张脸变了 可能这工具价值就就变了哦 嗯 好 所以我们要先回到一个很真实的事实 嗯 工具人是一个中心的词 但你可以选择是一个被保护的工具 而是 而不是一个被抛弃的工具 嗯 但反过来说 你要知道 当我们渴望别人赏识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知道赏识一刚开始 一定是胜券荣宠嘛 对不对 哇 对不对 但请问人会不会感官适应 会 感官适应的意思 白话文就是啊 就是他前面好 每次给你拍手都拍十下 嗯 他后面一直都给你维持十下 事实上是没有掉的对不对 对 但你会麻痹 哦 你会觉得十下不算什么 嗯 我现在做的更好了 怎么不拍十五下 对 好 这个前提是 嗯 对方还是得继续拍十下 对 来换成是你 你给别人一个机会 呵呵呵 你有办法坚持 一路都给他拍十下吗 他手很酸欸 对啊 呵呵呵 我的意思是说 呵呵呵 你不仅一方面感官会适应 二方面别人也没有必要 也不会 嗯 或换成是你给别人接你也不会 一直用同样的力度 哦 去给他 所谓的赞扬 就是不会用同样的力道 一直赏识你 一直赏识你 对 嗯 所以这里 我要讲的就是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 赏识意味着你是别人的工具 嗯 你是工具人 而你要发挥你的工具价值 而二方面 你的感官 对方的感官会适应 再好的感受都会递尖 嗯 而这时候 呵呵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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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这时候哦 你知道 那种感觉开始慢慢变了 来 不管是你给别人赏识的 还是你被赏识的 會不会有一些 你知道人靠近就会摩擦嘛 对 有些负面的状况 对 也有些情绪跑出来了 有些情绪跑出来了 对 對這稍有不覺察 為什麼我說精神分析或 玉婷老師的新課回家會這麼有價值 他不是告訴你該怎麼樣 他不是給你工具目的 而是我們人常在這種狀況底下就內耗了 就內耗了 其實別人也沒有掃給你 對 你也沒有退步 但你想了很多的事情 對 對 對 你消耗你自己啊 是 那這時候消耗就會造成一個狀況是什麼 你看有很多被賞識的人 被當免喜快的人 就會有個感嘆叫鳥進工廠 對 吐死狗蓬 對不對 對 就吐死狗蓬鳥進工廠 但是我 我常常要換個角度 如果你是覺得懷才不遇的 你要問你自己 你有沒有可能遇到這種 感受上的落差 不一定是實質上的變化 嗯 而你 情緒上演又管不住嘴 哦 就是我開始擺臭臉 然後 對 在那邊講一些閒話 擺臭臉又碎嘴 對 對不對 韓信他那個多多益善不就是這樣嗎 哦 哦 對 沒錯 對不對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嘛 嗯 你好 欸 人家已經在猜忌了 你還講這種話 而且如果真的要爬歷史 有機會跟大家講 他前面一路 自己作死啊 就他不只做了多多益善這件事啊 對啊 他不只是這件事啊 是 所以 我 我要問 不管你是給別人機會的 還是你領受別人機會的 嗯 來 你受得了 情緒上也有管不住嘴的人嗎 哇 我一定會看人煩躁吧 如果你自己都受不了 嗯 那這時候你回頭想想 懷財不育怎麼發生的 哈哈哈 對嘛 就是 就是 這是很重要哦 所以 我常常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 在發展的機會 就像 我為什麼說工具人是中性 好 你們來聽我的節目 你覺得 聽了覺得很愉快 情緒價值 然後你覺得有幫助使用價值 嗯 請問我是不是你的工具 哦 但我很努力的讓我自己是你的精快盈快嘛 嗯 這樣就好了 是 就是啊 我覺得要認清這個事實 嗯 在社會的運作在我們生命當中很多美好要能夠圓滿 他一定是相互利用 嗯 好 我們不要講這個史蒂芬科維 講那個 呃 七個習慣 哦 的那個大師 是 有沒有 他說成熟就是什麼 從 依賴到獨立 進階到互相依賴 嗯 嗯 凡事相互效力嘛 是 對不對 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說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體認 那最後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 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嗯 怀抱著理想 我們會成為一個自己更喜歡的模樣 嗯 但是 怀抱著理想 我們永遠有另外一個功課要超越自卑 嗯 如果你不願意去克服超越自卑 就像韓信 他因為受了跨下之五 那個反向作用 他真的為什麼這麼努力 為什麼這麼認真證明自己 就是他要超越那份屈辱感 是 反過來說 你的理想越大 你的理想越深厚 越深刻 這不是說你的志向偉大哦 嗯 有時候你嘛 哪怕只是堅持 我要有我的樣子 我要活出自我 我沒有壓事業成功 這就是很大的很大的理想 對真的 任何 正向 任何覺得 聽起來很棒的理想 背後 其實都是有一個 可能 反向的自卑感 要去超越的 嗯 那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阿德勒講的 哈哈哈 OK好 所以你很喜歡阿德勒嗎 是 都希望有被討厭的勇氣嗎 所以我的話要聽喔 沒有沒有 就是 就其實是同樣的 所以那些 你就要問自己 那些所謂的感受不好 那些情緒的背後是什麼 嗯 他可能是你的某些信念在發酵 嗯 就像韓信 他為什麼到最後情緒上連又管不住嘴 我猜他自己本身沒有真的認真的去穿越那份跨下之乳 嗯 甚至於如果回溯到更早 他沒有去好好的去圓滿他身為貴族的後代 但落魄的經驗 是 他跨下之乳是被記下來的 對 但如果我們換位到韓信 他要販沒有比較低的驅逐感嗎 哇 其實一定是 那每天都會發生的 對 然後他被 他被他的這個 照顧他大哥的老婆白眼 心裡什麼感覺 嗯 然後他和這個 這個 項羽的軍中 當個直擊郎中 就拿 拿個項羽的兵器那邊站崗 對 然後他每次提出建議都沒有鳥 他心裡什麼感覺 嗯 就是這些東西 我必須說任何人 不要說韓信 你我一般的平凡人 你老跟你的老闆談一些建議 嗯 那你老闆老不了你 嗯 你老是提出一些 呃 你屬於你自己獨特的想法 但沒有人願意接納 那是一份屈辱感啊 對 而且一直延續下去了 沒被聽見是一件 是有時候是比死還要更 更難讓人接受的啊 嗯 所以 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這麼的影響你 為什麼他會給你這麼大的衝擊 嗯 有機會 你一定要去爬一爬 你的家庭 你的成長過程 到底為你帶來什麼信念 嗯 對 所以 你看嘛 我們在看 這個是內在 而外在 你會不會有一種執著叫做 別人一定要怎麼對待你 哈哈 就是韓信的登壇 登壇敗將 哦 對 對不對 就是要嘛不做要嘛要做最好的 對 嗯 所以這時候超越自卑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 你要問自己透過這些情緒的刺激 嗯 我到底在爭什麼 哦 我是在覺得老闆對我態度不好 還是我在補償我自己內心的某些東西 嗯 那既然我說自卑 也說到阿德樂 阿德樂我們一般人呃 比較常聽到的叫做課題分離 嗯 或者是被討厭的勇氣那本書 是 但其實阿德樂他的所有的學說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精神 就是我們要怎麼活出一個更好的人生 嗯 他有一個很積極的建議 多數人沒有花太多時間講 但我今天給你開個頭 是 你可以去爬爬看 嗯 叫做他提出你要改變你的lifestyle 哦 嗯 生活形態或生活風格 是 那這放到我們一般人是怎樣 你知道 呃先說韓信好了 我們說在古時候我們在歷史上很多脈絡 那個封建時代 其實他們對於lifestyle 生活形態 生命形態 生活風格 都可以 他們對於這方面改變的選項幾乎沒有 啊 因為法律或是一些社會氛圍就固定在那裡 階層社會 是 而且你別忘了 過去整個封建傳統的狀況底下 什麼人能做什麼事 不能做什麼事 甚至住在哪裡 對 管理的 對啊 一個人死了 要用什麼規格 聽什麼音樂 都是定死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 我們看歷史有時候 我們要去感受一下 就是他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我們現在覺得不合理的僵固性 那是因為 他們沒有辦法選擇lifestyle 但我要問 我們現在能不能選擇lifestyle 可以我們現在相對是自由開放多元的 對啊 你現在 我必須說 你現在在某些程度上你要上街 你要穿短褲還是長褲沒有人管你啊 對 你要選擇聽什麼音樂沒有人管你啊 嗯 甚至於在台灣我覺得讓我們最開心的一點就是 你要罵我們政府領導人也沒有人管你啊 嗯 沒錯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回到每個人身上 我很難用一個特效藥 你懷彩不遇你服下這一天 馬上就遇到看懂你的又給你機會的 不是 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是你可以不斷不斷的去 調整改變或擴展你的lifestyle 嗯 比如說旅行 嗯 比如說學習 哦 對啊 像我自己 我自己就開始人在終年之後 我常常安排旅行 嗯 我讓我自己去看不同的世界 是 學習 我不要跟你講說啊 上幾點文化的課我學鋼琴吧 很多人都知道 是 其實 跨領域的學習或者跨界的學習 或為了解決自己問題的學習 就像我今年 前半年 我花很多時間學總體經濟 後半年我學AI的運用 嗯 那後半年正在進行我正在進行 是 我說這些東西都是改變我們的lifestyle 嗯 白話文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 當你看了不同的世界 你回頭看自己的問題 你就覺得沒那麼糾結了 真的因為你換了一個觀點了 沒錯 嗯 沒錯有一個很有名的攝影師 我忘記他的名字 他說攝影的關鍵不在技巧 而是在於一雙看見的眼睛 嗯 就你看見不同的角度 但你要給自己有這個機會去看見 是 麻煩就在於齁 我們現在有這麼大的自由 但如果你每天都在刷社群 社群媒體社群網絡的話 那你有沒有發現同溫層效應 哦 對啊 其實現在不是封建社會 但同溫層效應是極大的封建效果 嗯 因為你只能僵固在你的同溫層的lifestyle 嗯 但說實在你關掉 真的用你的身體去旅行 嗯 真的用你的意識 有意識的去做其他領域的學習 是 啊 或者是認真的聽一天聽一點 呵 認真的聽齊典文化 為什麼 你有沒有感覺我們 齊典文化的內容 我們一直在做跨界 對 對不對 嗯 我們沒有只停留在心理學 嗯 就像我有聲書評 我談很多 你可能一路關注心理學的人 都不太會去讀的書 嗯 我其實在做一個努力 叫做我在拓展 改變我的lifestyle的同時 陪伴你一起也拓展 嗯 我們每個人都是懷才的 現在的時代給我們最大的紅利 就在於你要懷才是容易的 是 你要是保有你的理想是很好的 嗯 但 何必一定要懷才而不遇呢 沒錯 孤單寂寞覺得冷 這不會是你的命運 對 你可以選擇快樂 對 跨出去其實就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 沒錯 你就不再會孤單寂寞覺得冷 沒錯沒錯 而且剛剛凱玉老師提到那個 攝影師的那個典故 我也想到 對確實我們 像 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要拍到一個好的角度 你真的要爬得夠高 或是蹲得夠低 沒錯 那都是在改變你自己的站姿啊 對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子 對所以其實在改變的過程 你當然會有一點點 覺得不自在 有點辛苦 但是改變之後 你看到的東西 絕對會比你現在 只是單純的站著 還要看到的更多 沒錯 沒錯 那我想韓信其實他真的是一個能力很強的理想主義者 聽前面的故事就知道 但是他的自卑感 我覺得也確實妨礙了很多他做關鍵判斷的這個時機喔 比如說韓信其實有超多機會 他可以叛變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這件事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 讓他覺得說 喔我要做一個忠誠的人 對於是呢 他就一直跟在流氓的身邊 然後最後反而沒有得到一個很理想的結果 所以我看完韓信的故事真的會覺得有點可惜啊 其實歷史沒有如果啦 就是就算他叛變也不知道結果一定是好或不好 但我要說的就是說 尤其是歷史我們上帝視角嘛對不對 我們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好我希望透過我們這些分享 能夠培養你更多的理解之同情 就是說你真的懂了 不管對他人還是對自己 真的懂了 然後你會知道其實生命會有很多的不得不 而在你還可以選擇 或者回到你上你可以有選擇的時候 是 放到更長的時間走 你怎麼形塑你自己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 因為我們都受過至少 跟不同時代比下 至少我們往前看 我們是所有時代裡面 我們受的教育是最好的 嗯 我們掌握的工具是最多的 對 那在這個時候 其實超越自卑 因為我們某種程度 就像我們說演化 我們現代社會那麼進步 但演化讓我們的很多很多的設計人 還停留在數萬年前 是 但關於自卑感這個議題 其實也是一樣的 嗯 就雖然我們受到最好的教育 雖然我們的時代 給我們很好的資源跟紅利 嗯 但是自卑感是 呃 幾百年前 甚至上千年前的人 跟今天是一模一樣 就是人類要不斷超越的一個 沒錯 沒錯 我鼓勵 你堅持你的理想 但活得更自在 嗯 而不是 哦 我有我的理想 而我懷彩不育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也很鼓勵大家 就是我們的新課程回家 對 我覺得自卑感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從多維度 這個多角度去理解 嗯 但是理解只是趨近 你要真的能夠超越自卑感 你要直直核心的 回到自己生命的脈絡 嗯 今天我跟你談 韓性的生命脈絡 對 但是 我千萬不要 把你的生命脈絡 公諸於世 那是你的隱私 你要保護你自己 是 但有沒有一個方法是 我可以透過 有 我可以透過一些學習跟陪伴 讓我靠近我生命的源頭 原生家庭對我的影響 我那些糾結跟內耗 我怎麼穿越 我怎麼更懂得愛自己 嗯 其實我有時候看韓性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一生常探 他就是不懂得愛自己 哇 嗯 理想主義者有時候到最後的極致就是這樣 是 而現實主義者就是太愛自己 愛到自己也其實蠻 蠻焦慮的 你知道嗎 另外一件事 好所以回來 我覺得 我們回家這門課很鼓勵 大家 因為聽說今天是開賣第一天嗎 沒錯 沒錯 對 我們回顧歷史 其實是回到我們人類多年傳承的家 嗯 但是你自己有你此時此刻此生的家 對 學會愛自己蠻重要的 嗯 我想回家的我們的訴求 就是要深度療癒自我 學會愛與悲哀 這件事情真的是 是現代人一定要必修的課程 因為我們終於有很多的自由 很多的空間 可以好好的療癒自我 甚至學會愛與悲哀 那麼像剛剛提到的就是改變lifestyle這件事 因為回家這門課程呢 其實是李玉婷老師 他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 幫助你探討你的原生家庭對你的影響 所以我想 不管你有沒有聽過精神分析 改變你的lifestyle 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待你的原生家庭 我相信都會對你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目前呢回家已經開賣了 現在你上網到我們的官網 加入回家這門課程呢 你就可以享有我們的超早的優惠價 2199 而這個優惠價呢 就只有到8月26號的晚上9點 所以請你一定要立刻加入 這樣才可以享有我們最棒的課程喔 好的 相關課程連結都在下方的資訊書面內裡 那今天超時空心事就跟你聊到這邊了 期待下次再跟你分享更精彩的節目囉 拜拜 歡迎 歡迎 樊